直到今天 我才明白 夏树为什么这么喜欢 三分期 这台86 已经陪伴我七年多了 以前我对她说的那些话 像极力生一息 但七年过去 好像曾经的那句话 也没什么大不了 有些东西 是会变的 就像七年之一样一样 我不知道 还能不能和她一起走下去 但此时此刻 堵住了我 腿真的快断 在现实面前 我就显得 无比的渺小 和无力 真的好累啊 跟我没有办法抓心 又是哪一台 立发的车型 自动挡 就好了 大宗灰腾 你滚往不到啊 肯定是卡燕啦 80458 F-Ti 肯定是 C6在AMT 这次我都开过了 不错喜欢了这次 何时此刻 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一天中情了 我脑袋里只想了一件事 我觉得好开心啊你们知道吗 我之前开了好多好多好多台V8 我开过宝马的M3 我开过奔驰的C63 我也开过野马的V8 但是我发现这些车后 我开了几天之后 我就不知道开这些车干嘛 我就会感觉到有一点点的空虚 然后呢我就一直在找一直在找 一直在找属于我的那一台V8 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 但直到某一天呢 我在回家的路上 我停好车了之后 我突然看到有一台车 长得好像Jeky那台SLK的车 然后我又凑近了一看 这个车尾怎么会这么的长 然后呢我再走到车头去看 然后发现 哇这车头看起来感觉就好像是 奔驰SLR的感觉 于是呢我就又凑近了一看 我发现V8 我当时看到这个字之后 我真的是心动到不行 我当时在想 无论怎么样 这个车就算不好开 我就想听个声音 我也要买了它 于是呢我就花了一天的时间 从看车选车 就直接到买车 哇 当期到了现场之后呢 我就发现 哦 这个车居然是可以敞篷的 于是呢我就对这台车的喜好 又上升了一个台阶 这台车的行情大概在50万左右 不过呢也花了我这几年所有的积蓄 所以呢我就毫不犹豫 选了这台SL55 AMG 然后呢是跟曹布斯同一款车 Well obviously this is a brilliant car Perfect, wonderful, inspired and mine This thing can whisper its way along Just like the Bentley The difference is that when you put your foot down 但是我发现这台车真的不是停的响而已这么简单 后面我就才真的去查它这个车的资料 55的这个扭矩其实是要比63要大的 这台车呢有500多平马力 700多牛米 它是一个机械增压加V8 超级的 超级的 我觉得真的就很厉害 我觉得真的就很厉害 所以我没有在 我之前开那么久的86干嘛 真的我只需要花三分之一的油门开度 我就直接感觉是可以虐爆86了 之前每天开着86 7200干它 我就感觉不知道在做什么 我感觉真的 跟这个动力相比真的是弱霸了 而且我当时踩完油门之后 我后面试了一下它的转向 我刚开始觉得这台车就是像一艘船 像游艇那样你知道吗 就很大很笨重很长 但是没想到我打起方向之后 我就发现 哇 这转起来感觉这车好轻哦 把它披过来 哇 好爽哦 真的很轻巧 你知道吗 可能是因为它有这个ABC的这个加持 就是跟Jeky那台一样 其实有个液压悬挂 在转弯的时候它可能会支撑更好 然后它会把另一边升高一点 就是很这样支撑我感觉很有安全感 我感觉你打多少它给你转多少 就完全不像是游艇 我没开过游艇 当时我开着开的时候我就突然间看到我脚 旁边有一个标有个logo boss的音像 我当时以为就是一个铁标的 但没想到它的音质真的很好 你知道吗 棒 有没有这音质 这音质真的 好的不得了 假真 我就感觉开了这一台车 就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等等 你们觉得这台车真的就这么美好吗 就我这个车其实收的还蛮便宜的 是因为这个里面的内饰 全是非常松的 你看 这个机械增压是不工作的 700多牛米的车 开起来比86的东西还蛮便宜的 我觉得还是没有这些和尚 会得哄哄了 而且让我没想到的是 在拍摄的这一天 我敞篷又坏了 要这样看你挺帅 公园挺有趣的 现在是专用工具 不是 这个是给那些动物 喂奶的 修这台车的费用 大概5万左右 很多人和我说 要不把它卖了吧 但 这是因为我太喜欢这台车了 无论怎么样 我都要把它修好 来来 3 2 1 我真的很后悔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早点听长辈的话 就是搞一台舒服的车就得了 我有买把链 我买BENSI给你 我有买把链 GADJET LOO 我有买把链 他们当时都说就是 玩这些JDM的车 玩着玩着 然后感觉受不了 我还是买一个舒服的家用车 就这么带不用嘛 我当时是不理解这句话 我觉得JDM很好啊 每天踩油门踩到底 那种感觉很爽很直接 然后东西也很简单 没有那么多电子的设备 没那么复杂 但是 就开了这台车之后呢 我发现我成熟了 成熟了不少 就感觉好像昨天我还是很幼稚的 但是 假设我只能选一台车 我会选择86 还是会选择SR呢 为什么把自己卡了那么死了 哈哈哈哈 但如果再重来 我缺掉我这一片的记忆 我还是会选86的 对 因为我觉得 我一定要有JDM的铺垫 我才会觉得 欧洲车是有多么的好 但你们知道吗 其实 我今天来到这个海边呢 是因为我想圆下我这个 小时候的一个梦想 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但我小时候有个梦想呢 就是 我要买一台敞篷车 然后在海边的路上去游走着 看着大海 在闻着这个树叶被海风吹过来的这个清新的那种气息 你知道吗 这种感觉真的 今天我圆梦了 我感觉好奇妙啊 这种感觉 上一次圆梦 是我买了一台86 但八年过去了 又让我圆梦了一次 就是这台S26 游了这两天之后 我真的 真的 就很开心 我就感觉它像是一个移动的家庭一样 你们知道吗 我之前一直不理解 为什么他们就是 换了欧洲之后 他们觉得还蛮开心的 但是我当时根本get不到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根本没有开过一台这么好的 欧洲车 他刷伤了我对德系车的一个认知 我说 哦 原来 分池居然有这么好的车 我今天才找到 差好 因为缘分 因为命中注定 我有了这台车 直到今天我开这台车 我真的 我觉得 好幸福 真的用一个当词来说 不便宣笑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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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